大家好 我最近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在深圳的房地产管理单位 这个平台上面 出现了一个新的 一个模块吧 应该叫 这个就是叫什么 二手房交易管理平台 这个上面呢 有三个选项 三个子模块 一个是叫什么 我要找中介卖房 我要找中介买房 我要自住卖房 这个可能大家听得挺 挺拗口吧 或者说 我可能也不是非常准确的人 咬住他每个子模块的名称 大家可以去自己搜索 查询一下 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化的东西 就现在咱们深圳不是在推行 二手房 叫什么来着 指导家 销售 对不对 就是前段时间 为了抑制这个楼市的过热 这种情况 所产生的一些手段 调控手段 现在呢 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出现这么几个行为 一 我要在这上面 找一个中介 帮我卖房 把我的二手房卖掉 第二 我要在这里面找一个中介 或者说多个中介 来帮我买房 我要买二手房 第三 我不需要中介 我直接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卖我的房子 那卖房 那就是社会意味着就有很多什么标准化的合同 气碎的指导啊 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 你就不需要中介 你自己来完成 所以这三个子模块功能 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鲜东西 以前大家卖房 一般都是这样子 尤其是二手房 一般都是这样子 就是中介买卖 作为交易的一个中介商 第二 就是熟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 直接买卖 比如说 我跟某某熟悉 知道他有一套房 他要转手 那我就直接从他手上买 一般来说就是这种的直接交易 现在呢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是一种电子化 对不对 就电子化了 不管是你在上面找中介 帮你买房也好 还是找中介帮你卖房也好 这种模块化呢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买卖 最后就是自己买卖 自己卖 对吧 因为从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系统上面 那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了 那就是政府在推行的 二手房指导价呢 就会得到严格的执行 比如说 南山有一套二手房 政府的给你的指导价 一平米 那比如说是十万块钱 那你想卖到十一万 这是卖不到的 因为在这个系统上 你是做不了的 无论是中介帮你做也好 还是你自己去买卖也好 你都是做不了这个 高于这个二手房指导价的价格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道理 或者说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政府给了一个 这个平台上面 给了一个政府的指导价格之后 大家在这个框框里面去做 按照之前的理解 高于指导价是不允许的 但是低于指导价 我就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我不太清楚 没有详细的了解过 从这个平台或者说功能的开放 我们可以看出来 深圳对二手房交易的把控力度 是会越来越严格 之前有些中介会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 帮大家做一些调整 或者什么可能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就好像这种 就感觉像是明码标价 我个人认为 就是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调控楼市的过乐形形 这是很好的初衷 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但是市场它毕竟是灵活性 是吧 就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 水涨船高 是不是 如果需求越来越旺盛 那价格就自然就会上涨 而需求再往下降的话 那这个价格应该是就会往下降 那现在就是强行的给了一个天花板的价格 就好像 这个所谓的指导价 你就是不允许超过这个价 那反过来同样的有一个问题 假设 因为这个指导价并不是说跟业主去沟通 或者说这小区里面每家每户去走访 而是根据相应的板块 以及历史成交价等等 多种因素给出的 假设说 是比如说我在南山 我买了一个房子 在此之前 这个指导价出来之前 我买了一个房子 讲说是10万块钱一瓶 但是后面经过这个测算 给出来的指导价 变成了8万一瓶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买了我就亏了2万一瓶了 那将来想卖 我就必须得按8万卖 否则我就不能卖 卖不了 不能高于那个价嘛 是不是 那我100瓶的话 我就买了1000万 那我卖我只能卖800万 我就赔了200万 我还得交税 各种税各种费用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我不知道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 或者说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只能看到 这个平台 它最主要的功能 其实是把这些线下的交易 放到线上来进行统一 有标准化的进行管理 这样呢 也就可以更大限度的 来控制好 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热度 以及操作手法 比如说以前有一些 他会用一些各种方法 筹集来的资金 然后来作为买房的资金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 说是有一些热钱流进的房产市场 就导致整个楼市就很冷 不过我们说这么多 包括我自己想来想就想这么多 其实我想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来说 不管你是怎么调控 我们都买不起深圳的房 就目前来说 就这种价位来说 你哪怕就是一年 你能挣50万的人 你想在深圳买一张房 非常非常吃力 我们来算一个笔账 当你一年能挣50万的时候 那你的开支会有多少 衣食住行 人际往来 还有自身的一个培养提高 等等 你起码不说多 20万是要花掉的 是吧 你50万到时候 你花掉20万 这很正常 那也就是说 你还有30万的余留 30万的余留 就在深圳的平均房价来说 10万多块钱一平米 也不过是买三平米 一年你只能买三平米 那如果你买个90平米的 那你需要30年 也就是说 一个人年薪50万到手 税后到手50万的人 他需要用30年的时间 才能买上一套90平米的房子 但是大家在这个里面 大家要看中一个问题 一个人能不能在30年之内 持续性的有赚钱能力 有的人他可能会越来越进步 他可能10年之后继续成长 他年薪或者年薪度 达到100万200万都有可能 但是同样的有些人他没有 对吧 他可能10年之后 他会走下坡路也有可能 而且一个人在你之前 开支是20万 那假设你后面成家呀 有更多的家人 或者开支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钱还不够 是不是 因为通货膨胀啊 也要都要计算在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对于在深圳买房这件事情来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 也不需要去忧虑了 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一种躺平的态度 这个躺平的态度不是消极 而是更为平和了 反正我也买不起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调控也好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或者说你这个房产多么火热 我都买不起 是吧 动不动一两千万的房子 一个普通人哪里买得起 所以我就他的事是安安心心的 我就不去想买房的事了 能租我就租个房子 对吧 能尽量赚点钱 反正日子过下去 等差不多哪天呢 没有什么孩子要读书啊 或者养老啊等等 就等于说没有这些 其他牵绊的时候 那就撤嘛 撤离嘛 你肯定要撤离的 你不撤离 你没有住的地方 怎么搞的 所以说我个人能用 在深圳现在 就是说已经未来 能真正长久待下去的 就是那些已经够有房产 就是他们那些人已经拥有了 这个定居点 而没有那些定居点的那种 除非非常非常有房力 普通人我觉得就不要去想 反正呢 这个深圳未来也会大力推出 什么公租房啊 这种福利的 给租赁性质的吧 就是这种福利性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 那大家不妨 中国这些方法去 把这些自己的条件匹配进去 那公益性的东西也更好啊 没有必要 就硬磕这个价 你这怎么磕 磕得满头是包 你也磕不动 这是吧 所以我的心态就是看到这个 新的交易平台上来之后 我觉得都没所谓 买得起的 你怎么都是买得起 买不起的 你怎么弄都是买不起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框架太大了 并不是说三千和五千这些差距 这是十万 十几万的差距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小地方 四千块钱一瓶和四千五百块钱一瓶 它一瓶的差价是五百块钱 那咬咬牙 多多脚 还是能成色的 你现在深圳的玩家 动作就是十万十二万 一瓶 一百瓶差 差个两万 我看大家说 单价差价就两百万 那怎么搞 起点太高了 所以这个 它的起点 已经是很多很多人的天花板 之上了 所以我认为 大家都平常心 哪怕就是这个系统出来了 也不要去 有焦虑感 也都不要有这种 什么各种想法 踏踏实实的 你能努力的去挣钱 就可以了 努力的用自己的工作 换取你的报酬 先稳稳定的生活 普通的劳动者 就不要去想买房这个事 就这样 先放在别人上 可能会更好一点 只有这样 这个楼市可能 就随着这个欲望 老百姓的这种 强烈的欲望慢慢降低 这个楼市说不定也会慢慢降 也有可能的 是不是 大家有空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吧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